国内这么多反中医的大聪明 包括这个马尼德在反中医 反中药 可是人家西方国家 尤其是就说美国吧 美国大量的黑人群体 白人群体 其实都在使用中医中药 现在已经成为一种 常规的一种医疗手段了 有些小毛为啥的 吃点中医中药啥的 非常普遍了 包括就说日本 日本应该说从明治维新以后 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对汉方医药的应用和研究 包括在清华战争期间 日本大量的在中国国内搜刮 中式的这种医药医书 包括说搜刮这个民间的郎中 这都是他干的 并且日本以维满洲国 所谓的那个南满铁道诸事会社 为这个基础 他在满洲国搞的叫国土勘查 国土勘查里面有一项 就是对维满洲国当时的 东三省这个地区内的 中医药药材进行一个汇总 并且要在边城策 要搞所谓的日本版的 国一大方还是什么玩意儿 类似于这种文草纲目的这种著作 因为日本是近代以来 第一个国家通过西医的验证手段 证明了中医有效果的 这是第一个国家 日本人最开始引进西医的时候 就在用西医去验证中医的效果 并且这个验证过程 人家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和论文 当时有很多的日本的中医西医的 这样的专家去验证这个事 后来验证是确实有效 而且人家已经能够用西医的角度 去分析中医的有效性了 就是说这个方为什么有这位药 这位药在西医的化学角度分析 它能产生什么样的化学作用 能杀灭什么样的病菌 能产生对人体什么样的刺激 日本人都干了 人家日本人干完以后 人家论证中医有用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人家论证完以后 人家就形成两个病型学科 一个是对汉方医药的研究 一个是对西医的学习研究 后来日本形成了什么呢 就老百姓用中医中药 贵族上层人 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手法去治病 老百姓一般情况下只能吃得起中药 这就是为什么 说汉方医药在日本老百姓眼光当中 就是非常的重要 日本的有钱人 他一方面是接受西医的治疗 也接受中医的治疗 人家是双管器下 就是在一战结束以后 人家就开始广泛的 运用到这个领域了 到现在人家日本人 已经非常普遍的运用到 他的这个生活当中了 就是中药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 日本很多病人 他只认中药 他也只是中药 他就可能小病小医的 都不用西药 知道吗 而且他的那个 日本的那个汉方和中国 已经不一样了 很多东西他都跟中国不一样 人家的差异化发展了 人家自己就去研究一下 所以咱们还在这扔中医呢 这不要了 帮人家在这说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人家当宝一样 在这供着呢 知道吗 这就是这个逻辑 自己的好东西 让别人偷去了 而且我记得 我以前看了一篇 社会院的论文 就是论述 唯满时期的 日本被汉医的 这个研究的这个论文 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国内的一个专家写的 社会院的期刊 叫世界历史 里面刊的一篇文章 人家都有那个直接证据 就是日本是怎么论证的 包括这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 对于咱们这个 国内的这个中医 书籍的这种 告绝盗窃 就是他打到哪个地方 大城市以后 他在图书馆里 把你中医的书全给偷走 这使得我们很大一部分 就是说 在日本侵略的城市里面的 这个曾经的图书馆里面的 这个中医典籍就没了 就消失了 形成了一定的断层